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 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局背后的逻辑 是非对错真与假情与法 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法官解案 男老板爱上比自己小12岁的足域店服务员 两人跨国相恋八年 男老板突患重病 女友竟带着60万元救命前失联了 女友真的是个骗子吗 难道相处八年的感情全都是伪装的 乌鲁木骑士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唐南 即将为您讲述被骗八年的真相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这天对于五十岁的刘海强来说 本来是个值得高兴的日子 他成功进行了肝移植手术 大病出遇 劫后重生 今天终于可以出院了 可是刘海强并没有回家 他神情沮丧 在儿子的搀扶下 直接到公安机关报了案 这些天他一直犹豫要不要这么做 可是他实在不明白 八年来和自己相亲相爱 打算共度余生的女人 为什么要骗自己 八年前 刘海强42岁 跨境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妻子去世的早 只有儿子留在国外上学 这时 一个叫做李芳的女人 走进了他的生活 这是一家四星级酒店 酒店自营的族裕部门 干净卫生 规范整洁 刘海强经常到族裕中心 洗脚写伐 您好 我是李芳 今天我为你提供服务 李芳工作认真 规矩本分 这给刘海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回生 二回熟 两人慢慢聊起了家常 原来啊 刘海强和李芳 都是从小父母早逝 李芳三十岁 自称单身 只剩一人 从农村来到城市讨生活 刘大哥 真羡慕你能到处出差 我哪里也没有去过 李芳说者无心 可是刘海强却听者有意 从此以后啊 刘海强经常带着李芳 到处旅行 两个人的关系是越走越近 感情逐渐升温 但谁也没把这层关系说透 这天 李芳满面愁容 一言不发 在刘海强的再三催问下 李芳竟然低声哭了出来 刘大哥 真的不想麻烦你 我是真没有办法了 酒店要裁撤我们族裕部门 我又没有啥技能 你说我以后生活可咋办啊 面对李芳的哭诉 刘海强终于鼓足了勇气 别怕 有刘哥在 小李 其实我 我早都喜欢你了 虽然刘海强的表白很突然 但李芳心里 其实早已认定了眼前的这个人 就这样 两人很快确定男女朋友关系 正式走到了一起 而此前一直靠打工维持生计的李芳 他的生活轨迹 也因刘海强的出现 发生了改变 由于生意上的原因 刘海强经常出差 国内 国外到处飞 可是每个月 他都会定期给李芳打一笔生活费 李芳从此过上了 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是一个人闲在家里 总得忙点啥吧 哦 对了 我可以做刘海强喜欢吃的菜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 饭桌上一道道拿手好菜 让刘海强既高兴又惊讶 这段时间你厨艺见长啊 我都不愿意到外面吃饭了 听到刘海强这么说 李芳走进了厨房 神秘地拿出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骄傲地说道 你看 这就是秘籍 刘海强打开笔记本 上面全是自己喜欢吃的菜的做法 刘海强很庆幸 能够找到温柔贤惠的李芳 他一把将李芳搂在怀里 心疼地说道 亲爱的 其实我有件事情 一直想告诉你 你知道的 我老婆去世得早 儿子和老婆的关系非常好 儿子明确反对我再婚 我想娶你的事 试着给儿子说了好几次 可是儿子又哭又闹 坚决不同意 没等刘海强说完 李芳就有手 堵住了刘海强的嘴 老刘 你我年龄相差十二岁 我是真喜欢你 才和你在一起啊 你想给我的 可能是妻子的名分吧 我可以不要 我就想和你 过好现在的日子 说完 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这天 国内的生意伙伴 找刘海强吃饭 刘海强怕李芳老是 待在家里太闷 就带着李芳一起吃饭 散散心 吃完饭 大家提议打打麻将 李芳就坐在刘海强的身后 开始的时候 刘海强手气很差 基本没有赢过 一向不爱说话的李芳 不但没有觉得闷 反而对刘海强如何出牌 如何判断牌桌上的形式 说的是头头是道 刘海强在李芳的指导下 竟然连赢了好几次 这让刘海强对李芳刮目相看 之后 李芳和别的夫人应邀 去喝喝茶 聊聊八卦 过了一段时间 等李芳再回到麻将桌旁 刘海强已经输光了贷的钱 正准备借钱继续玩 老刘 你不会打麻将 你就不要打 钱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生意伙盼一看这样 自然知道 是李芳害怕刘海强再输钱 这是护家守财呀 纷纷夸刘海强 有个贤内助 想要给女友惊喜的 刘海强偷偷回家 却发现一个惊人的消息 孩子没保住 刘海强又被诊断为肝硬化晚期 需要换肝 女友主动帮忙找肝源 可他却差点要了刘海强的命 法官唐南正在为您讲述 被骗八年的真相 回到家 刘海强对李芳今天排桌上的表现 既惊讶又感谢 正要感谢李芳呢 李芳却早已躲到了厨房里 哭得像个泪人 刘海强手足无措 赶紧劝李芳 终于等李芳哭声小了一些 刘海强赶忙问道 亲爱的 这段时间咋了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李芳抹着眼泪说道 本来不想告诉你的让你烦心 你知道的 我父母去世的早 是哥哥一直照顾我 这不 哥哥前段时间 在农村盖房子摔了下来 受了严重的伤 现在需要做手术 手术的费用预计要四十多万 不然可能会落下残疾 刘海强心疼地抱着李芳说道 你可真傻 咱俩还分什么你我 你哥哥就是我哥哥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于是刘海强飞到国外 立即结清了部分生意上的欠款 每个月除了给李芳 打一笔生活费以外 还多打给李芳四十万元 之后一段时间 因为一笔货物出现了问题 刘海强一直在国外 忙得不可开交 他和李芳只能通过电话 进行联系 亲爱的 这段时间咋了 你说话有气无力的 是不是病了 没 没有啊 李芳慌忙解释道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挂完电话后 刘海强开始担心起李芳 因为生意的原因 他已经在国外快半年了 于是刘海强决定放下生意 马上回国给李芳一个惊喜 怎料当刘海强打开家门的那一刻 李芳却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刘海强发现 李芳的腹部已经微微隆起 刘海强掩饰不住的兴奋 可李芳却早已哭红了眼 老刘 医生说这是公外孕 我想了很多办法 挽救咱们的孩子 可是医生说了 不可能了 本来这个事怕你分心 这个坏消息 我想自己知道就行了 不想再告诉你 刘海强再也忍不住了 两个人抱在了一起 失声痛哭 难受归难受 还是要面对现实的 刘海强带着李芳到医院做了手术 并且一直陪在李芳身边 国外生意伙伴的岳阳电话 是一个接着一个 而刘海强却将自己的行程 拖了又拖 老刘 我恢复的也差不多了 你别担心我了 赶快到国外处理生意上的事情吧 在李芳的再三催促下 刘海强才恋恋不舍地登上了飞机 虽然身在国外 可是刘海强的心却全在李芳身上 这段时间 除了李芳每个月的生活费 照大不误以外 刘海强还觉得李芳术后身体 一定非常虚弱 每个月还多打给李芳一万元 一个国内一个国外 刘海强和李芳两人虽然聚少于多 但两人的感情却并未受到影响 两个人小心呵护着 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 度过了幸福而又甜蜜的七年 然而就在第八年的时候 他们的感情却急转直下 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 由于外貌经济形势不理想 刘海强基本在国外 为了生意到处奔波 可是生意越来越差 赔得血本无归 常年的积劳成绩 再加上生意上的失败 让五十多岁的刘海强突然就病倒了 在医院 当拿到医生出去的诊断结果 刘海强的大脑完全蒙了 肝硬化晚期 如果患肝可能还有救 医生的话让刘海强在绝望中看到了最后一丝丝希望 可是面对紧张的肝源和国外昂贵的手术费用 刘海强多么希望给李方打一个电话 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 可是他又觉得没有脸面 已经半年没有回国了 这几个月连李方的生活费都没有付过了 最后当刘海强鼓足勇气 告诉了李方自己的诊断结果和现在的困境时 电话那头的李方沉默了好久 生活费的事不急 治疗要紧 嗯 我有一个远方亲戚 在国内一家大的医院当主治大夫 我试着问问他有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肝源 李方的话让刘海强喜出望外 李方不但没有埋怨生活费的事情 还在积极地寻找着肝源 之后一段时间 李方和刘海强通话的评次更高了 终于 李方告诉刘海强 自己的医生亲戚找到了适合刘海强的肝源 因为是脱了关系 肝源的费用再加上关系的费用 总共需要六十万元 五天之内肝源就可以搞定 刘海强喜极而起 和李方相处的这八年 除了儿子 李方就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 于是刘海强从自己好不容易凑到的生活费中 云出了六十万元 先打给了李方 可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刘海强的儿子发现了 事已至此 刘海强也不能再隐瞒了 就像儿子坦白了 这些钱是给李方用于寻找肝源的 因为害怕儿子反对自己再婚 就没有告诉儿子 可是五天过去了 五个星期过去了 不但李方所说的肝源毫无信息 连李方和刘海强联系用了八年的电话号码 也停了机 刘海强完全懵了 这八年来一幕幕场景浮现在眼前 八年来 刘海强从来没有想过 李方会骗自己 现在联系不上李方 也许有什么苦衷也说不定 成功肝移植的刘海强 出院后决定报警寻找失联的女友 女友十二年前就已经结婚 而她的另一个身份也被揭开 刘海强被骗前骗感情 却还要为女友脱罪求情 法院会如何判决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唐南 正在为您讲述被骗八年的真相 幸运的是 在刘海强儿子的努力下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肝源 当就要进入手术室时 刘海强坚持再给李方打一个电话 可是电话中仍然传出的是 那一段熟悉的声音 抱歉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就这样 刘海强没有得到李方的信息 带着满心的疑问进了手术室 令人庆幸的是 该一支手术非常成功 医生说 只要术后恢复得好 出院指日可待 可是病床上的刘海强 却面色凝重 看不出一丁点的高兴 儿子心里明白 父亲还是在想着李方的事 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出院这一天 当一切办理妥当 刘海强突然把儿子叫到了身旁 要不我们去公安机关报案吧 我就想知道 李方为什么要骗我 警方根据刘海强父子提供的线索 很快将失联的李方抓捕归案 在审讯室里满心愧疚 身无分门的李方 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而且还牵出了更多的隐情 那么李方和刘海强八年的感情 真的全都是虚情假意吗 原来啊 李方早在十二年前 也就是和刘海强相识的前四年 已经结婚了 还因为丈夫家暴 暴过几 丈夫的家暴 和婆家的冷遇 让李方也想过离婚 可是一提起离婚 面对的就是丈夫的夺打 李方明白 丈夫是不会同意自己离婚的 就只剩一人 从农村偷偷地跑到了城市 没有什么技能和知识 只好在酒店从事足域服务 从小父母早逝 和昏暗的家庭生活 让李方非常渴望家庭的温暖 更渴望寻找到 呵护自己的另一半 这个时候 刘海强的出现 就好像是上天的安排 让李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 李方和刘海强确定关系以后 害怕一旦告诉刘海强自己已婚 刘海强可能会不喜欢自己 就将这段婚姻 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当得知 刘海强因为儿子反对 不可能娶自己为妻时 李方心里也有所失落 但是一想到 再也不用揭开 那块婚姻的伤疤 李方觉得 这样和刘海强待在一起 也挺好 日子终归是平淡的 刘海强身一忙 还要到国外照顾儿子 李方经常一个人在家 因为不用外出工作 打麻将就成了李方 消磨时间的业余爱好 可是十读九书啊 李方觉得 自己的排技是越来越高 可是赌债却是越来越多 当债主开始逼债的时候 李方也是六神无主 也想过向刘海强坦白 自己赌博输了钱 让刘海强替自己还上 可是一想起刘海强 夸自己情建持家的场景 和刘海强的幸福生活 李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十读九书的道理 人人都懂 但存有侥幸心理的李方 已经沉迷赌博中不能自拔 走投无路的李方 只好向刘海强编造谎言 说自己哥哥摔成重伤 急需四十万元治疗费 可这个赌债的大窟窿 刚刚补上没几天 李方却又再次陷了进去 根据李方向警方的供述 其实有段时间 他也真的不再赌博了 可是一想到 自己省吃俭用的生活费 还有那四十万元 就这样打了水漂 李方是真的不甘心 在牌友们的怂恿下 李方打定主意 赢回本金就收手 又一次坐在了赌桌上 可是这一次 李方输得比上一次还要惨 李方还是不甘心 开始借钱赌博 直到这个窟窿再一次 大到了李方再也填不上的时候 恰逢这时 刘海强需要换肝 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的李方 又编出了寻找肝源这个谎言 在赌博这条不归路上 越走越远 当得知这一切后 刘海强完全懵了 李方 这个自己最疼爱 最信任的人 竟然自始至终都在骗自己 已婚 骗钱 赌博 最让刘海强不能容忍的是 连自己的救命前 李方也不放过 查明真相后 公安机关很快将案卷移到了检察院 检察院审查后以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件最终分到了人民法院张法官手中 让张法官感到奇怪的是 和别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希望严惩被告人不同 被害人刘海强主动找到张法官 请求能不能不出发李方 张法官 当时我在国外换肝 联系不上李方 我是真的担心他的痴密安全 我就想知道 为什么他拿到钱就消失了 我真的没有想过让他坐牢 张法官 这是我们家事 让我们自己处理吧 您看 您能高抬贵手 放了李方吧 张法官听完刘海强对案情的描述 详细查阅了卷宗 了解案情后 耐心地给刘海强进行了解释 李方的行为涉嫌诈骗 本案属于国家公诉案件 检查机关提起公诉后 是不是应当刑事处罚 应当依法裁判 当然了 被害人如果能够谅解被告人 可以在量刑的时候 予以适当考虑 案件进入庭审阶段 坐在被告席上的李方 望向刘海强 失声痛哭 老刘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可是我真的没有天天骗你啊 我也是赌债缠身 没有办法 原来 检查机关根据相关证据 以及刘海强 八年来给李方三百多万元的打款记录 指控李方诈骗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犯罪金额高达三百一十万元 李方对指控的罪名没有意义 但认为 自己和刘海强相识八年 感情是真实的 大多数平常的转款都是生活费 只有部分是赌博 书钱欺骗所要的 张法官认为 本案最主要的争议焦点 在于诈骗金额的认定 这也直接影响到了 李方的量刑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66条的规定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 在本案中 刘海强和李方 确实存在着同居关系 根据刘海强在案件中的陈述 和相关的银行交易流水 其实刘海强每一个月 都会给李方打一笔生活费 逢年过节 刘海强还会多打一些钱 作为过年的红包 也就是说 对于这些钱而言 李方并没有采取虚构事实 和隐瞒的真相的方法获取 而这些钱 是刘海强自愿地 为维系这段感情的花销 不应当认定为犯罪金额 而李方也确认了 自己虚构了 各个受到重伤 需要治疗 寻找肝源 需要费用的这些事实 被害人刘海强 和被告人李方 对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点 供述一致 结合相关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据 张法官最终认定 本案的犯罪金额 共计一百万元 因为对于公外运而言 李方没有虚构事实 也没有隐瞒真相 最终 法院作出判决 李方因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并责令退赔被害人刘海强 一百万元 案件的宣判现场 刘海强和李方 都是泪流满面 李方哭诉道 刘哥 和你待在一起的八年 我是幸福的 是赌博毁了我的一切 我多想这一切能够重来 是啊 如果还能重来的话 也许李方会更加珍惜生活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面对突如其来的幸福 反而让李方迷失了自我 当生活归于平淡 李方选择用赌博进行交谴 却不顾十读九书的道理 他一次次用谎言欺骗去填补 结果却越陷越深 他一面是温柔贤惠 勤俭持家的女友 一面却是赌卓上 疏红了眼的赌徒 八年来上演着戏剧化的 双灭人生 而对于刘海强而言 他渴望爱人和家庭的温暖 这无可厚非 可是对于身边人的反常表现 他没有应有的警觉 被骗到最后 仍然不愿意相信 这种熟人诈骗的案例 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好的 感谢收看本次节目 再见 女人丧夫后带着四岁女儿开始新的生活 新生活刚开始 丈夫就开车出了车祸 受伤者竟是女儿 女儿遭遇不幸 婚姻也陷入危机 她的生活能迎来转机吗 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谭元院法官下期为您讲述被据赔的保单 母亲自在当地的守护 她的生活能够 也在这次元 女儿遭遇不幸 女儿遭遇不幸 有空